欢迎大家来到无阿Kid.com 一站式教育玩具与专业咨询平台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得奖的德国玩具 登楼 登楼可以训练玩家的手指灵活性、手眼协调、手腕稳定性、写前技巧、加数组合、抽象思维和游戏策略技巧 现在我们谈谈游戏目标 游戏目标是玩家需要摘色仔 然后利用这些色仔的数目去建楼 令这些木旗子一步一步登楼 登楼到哪个第一个登楼到十楼就为之赢了 现在我们介绍一下游戏材料 游戏材料有地基 地基由十成十格组成 待会玩家要摘色仔 摘这个十面色仔去决定要用什么材料去建楼 它有不同长度的木条 越长的木条数目就越少 越短的木条数目就越多 还有一把银尺 这把银尺是玩家用来量度木条的长度 还有四个不同颜色的棋子 这个游戏适合两至四个人玩 我自己觉得五岁半或以上的小孩和家人都喜欢玩 因为除了考小孩的加数组合之外 亦都有很多抽象的空间思维和游戏策略技巧 所以玩起来其实也有挑战性 游戏开始的时候 玩家就轮流扎色 譬如我这里扎到狗 玩家可以決定拿一個跟這個點數相同長度的積木 譬如狗 我就拿一條狗的積木 打直或者打橫放在地基上 記住放的時候要很整齊對著這些格子去放 除了可以拿對應點數的積木之外 亦都可以拿狗的組合積木 譬如今次我去拿 拿的積木最多只可以拿兩條 譬如狗 我就拿四和五的積木 記住 起第一層樓的時候 我們要放在旗子正正旁 否則旗子就不可以爬上去 就不可以爬上這些樓裏 譬如我今次拿到四和五 每次最多只可以拿兩條木條 我可以打橫放或者打直地放 記住 如果我收到五的木條 我不可以這樣凸出來放 要在地基內 這樣放 即是說這樣放是不可以的 但凌空就可以 譬如我凌空這樣放 是可以的 是容許的 但旗子 只可以由地上走上一樓 只可以走上正正旁 的木條 可以橫走 或者跳上一層 只可以不同方向走動 但每次只可以 可以向上走一層 或者向下走一層 接下來我們就說一下 遊戲可以怎樣玩 或者旗子怎樣做